据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透露 特斯拉潮州车祸案有了新进展事故鉴定报告 已经移交给了潮州警方 该车祸发生于2022年11月5日 特斯拉车辆一次失控 高速行驶两公里多 连续撞上一辆摩托车 多辆自行车和一辆三轮车 造成两人死亡 三人受伤 对于事故鉴定结果 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拒绝接受媒体采访 并表示不会公布 该机构是潮州警方选定的第三方鉴定机构 属于司法部直属的司局及科研事业单位 涉及痕迹鉴定学 电子数据鉴定 道路交通事故技术鉴定等专业领域 不过在后续网络上流出的事故调查报告中 也可以看到 数据显示全程百分之百电门开度 也基本佐证司机人为操作失误 并且事故司机家属詹秋比之前 一直通过微博发声 但自12月起已经不再更新微博或回复网友提问 事故司机的儿子则在记者表明身份和意图后 直接挂断电话并关机 如此独闪的态度也让人生意